一身寄宫打扮在宫廟里 正帮善男信女做法消斋 换到衣服坐在神堂旁 人就打着寄宫名义 替信徒解惑 这名身材肥胖的鸡童 可别看他起架时有模有样 私下却是在新北桃园一带 打着神明名义 四处向信徒借钱不还 他怎么他骗了那么多人 但是他骗了我们都不知道 他借钱了我们都不晓得 后来这些人他找来找 他要有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实际走趟位在桃园的寄宫庙 早已搬得差不多人去楼空 邻居表示这名鸡童早就消失很久了 连他们也都被骗 原来这名鸡童被新北一对夫妻指控 先是假借神明有指示 要和信徒结缘取得他们的信赖 接着就邀夫妻俩逛佛具店 说要买神像 钱贷不够要夫妻俩带店 之后竟偷偷又把神像 拿回店内兑现 之后又假借宫庙要搬家缺经费 同样打着神明旨意 向夫妻俩借贷 整料最后宫庙根本没有搬 鸡童人则神隐 前前后后这对夫妻就这样出借了 五万三要不回 夫妻俩四处托人打听 最后得知 这名鸡童在新北新庄板桥桃源一带 早就已经声名狼藉 超过十位无辜信众被他欺骗 如今他神隐躲债 夫妻俩决定提告不姑息 也提醒其他信徒 别再受骗借出钱 鸡童周正言静语 桃源报道 Moje 宝宝 杨 sent宝